大家好,我是刚哥,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有半数的中老年人都患有这个异地 有关研究表明,中老年男性 他是患上这个异地总统症的关键生的人群 有超过50%的男性患者受到这个异地的影响 出现了临床上的机体谎音空难 神经视同失衡等等的病变 在我们发现男性有这个异地谎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及时的纠正 即便是已经过了中年以后的男性 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强烈性正常的发育 也应该合理的规避这个异地出现的不良谎音 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和增加自己的免疫机能 对抗这个异地疾病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应该是怎么办 虽然有半数以上的中老年男性 都受到这个异地疾病的控扰 当时也不能阻止男性的自然欲望 所以在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异地的情况下 也要及时的进行身体的检查 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 第二点就是中老年人 虽然因为经历的原因 他不能像年轻人哪样 平凡的夫妻进行之间的生活 当时异地情况出现了以后 还是要积极的治疗 否则的话 长期下去就会影响到患者的自信心 老年人也应该一样的有夫妻之间的生活 第三个方面 就是注意 要治疗异地 它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有效的防解患者的身心不适应的症状 增强对于异地症状的治疗 同时要调动身体的其他的技能 预防这个前列腺炎 可吃它的生殖系统的疾病 有效的对抗异地的障碍 今天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下次见